你们听说了吗 学校又来了一位新老师 好像是八个老师 制造机器人 身体随属可见的管道 胸口还有个闸门 感觉好可怕 且我见过更恐怖的 很高兴认识你 邦邦 你是新来的老师 是的 我叫邦邦 好可怕 哎呀别怕 有我在 好可爱的兔子 你是我的呀 从今天开始 我将正式为你们授课 机器人来教我们 行不行啊 这不会是个憨批吧 不 我看更像个呆头啊 我有自主学习能力 以存储大量知识 那我考考你 你请说 师官师官慢些吧 老师刚来 不太好吧 站手教你 叫什么 儿子 What 帮帮老师 你穿得好骚啊 啥 我怎么就骚了 那你为什么穿个兔子装 不行吗 那也不是 毕竟 这是你的情趣嘛 情 情趣 你不是在帮兔女郎吗 滚 我只是担心 我吓着你们了 吓着我们 我外表 像一个企鹅 也难怪 毕竟谁都知道 企鹅 是最跟前的 最跟前的 帮帮老师 你还当哪门课老师啊 我将代替巴尔克先生的职位 那你知道巴尔克老头职位吗 这个 他还没告诉我 他是楼下当保安的 你可以下去换港了 滚啊 难怪要让我顶替 原来巴尔克先生 面对的是一群熊孩子 你这话就不对了 我们哪里是熊孩子了 我都要被你们气得快死鸡了 那证明 巴尔克先生 技术不行啊 开什么玩笑 论科技 我还是相信巴尔克先生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肯定答不出来 好 你尽管问 失败 是成功之魔 那成功之父是谁 努力 不对 那就是谦虚 错 你向我转账十块 你就是成功之父 你就是成功之父 我居然输给了小学生 小学生 你还是小看我们了 难道你们还是大学生不成 我们人群 月薪十万 家在美国 飞往两地 我怎么感觉你在骗我 怎么骗你呢 那你们还待在这上小学 我觉得知识同样很重要 可是 你这都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如果没有知识 我怎么能想象出来 我那么富裕呢 我那么富裕呢 滚啊